現今的經濟會主委 雯客明 今天去端梨水里蘇定相關台位 來分明探查研討第十下限的改革方案 雯客明正如修正在歐洲水域幹部所 擁有一個地方國團圍 進行意見的交換 管理所在我們會中指出 分明我們目前透過跟觀眾兩個地方 因為地下水補充不夠 有不就這水都不會檢出有問題 所以在情比較嚴重 總統主席不可以說 外政府去查一口坐 還有生 我們就把它放下 查一口就放下就對了 我們一直輸這都不敢對外 我們現在影響以上來講的話 包裝有兩口 有兩口就對了 我覺得這部分來說是不是 是不是像家來自這盤家 是誰 因為我們老實講的話 因為在沒有對策之下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這樣子精致就對外宣佈 我們也擔心說我們幾個關 但是所有日本另外的國間調 雖然檢查地下水 對地下海浩很有幫助 但是奉舊將對全國留意的共用量 做成很大的衝擊 政府的話 只要提出一些積極的做法 因為如果政府的 政府沒有提出 全面結果的積極的做法 你怎麼去封 怎麼封呢 我想要請問 你怎麼封呢 雲林縣承載的是 全台灣所有的 你們要吃的東西 我們雲林縣的責任是負擔零飯 你不論是人家是一家 不論是你吃農作物 或者你吃得到 我們雲林縣承載 國內的需求的糧食 我們承載一半的責任 那麼你的意思就是說 雲林縣承載這一半的糧食的責任 如果要我們消弱成 百分之二十五或者百分之二十 那麼相對的對策 中間是不是也應該要踢出來 接近本年地区 第十下限的問題 我們客人也正為 做成第十下限的原因很複雜 所以解決的方法 也應該是都安排的方式 因為這個地層下限 那是一個多元化的問題 因此解決了 解決這個問題 必須要用多元化去補壞 所以這裡面 包括當然檢脫啦 包括衣裳的品部 包括產業結構的調整等等 這些通通都需要 多元的面向來解決 有些事可能利乾淨 有些可能就是 需要長期的時間 今天出席這項責任務委員 除了公布問以外 理會老建國和理應員 也都親自告訴 對第十下限的方法 提出見見 記者以名為 蔡航報道